昨天两艘5000吨级液化天然气动力集装箱船 在京航大运河江苏段启航 不同于传统船用液化天然气加注方式 此次采用的是液化天然气船舶动力燃料换装模式 这在全国范围内上述首次 标志着液化天然气船舶动力燃料换装模式 正式进入船舶燃料补给市场